起床了,赶紧出门吧 今天还得帮助村民收小麦 那个山头上有钻石矿 实在是他爱好了 我们赶紧回去拿上家里的稿子吧 我的速度得快一些 要是那里被别人也发现的话 到时候就得靠墙了 不过好像除了我 没有别人看到 那我就放心了 只要把这些钻石矿挖出来 就等于我工作一星期 什么鬼啊 为什么会出现僵尸 难道钻石矿是专门用来封印僵尸用的 只能先逃跑了 看看这个破旧房子能不能让我躲一下 不是吧 这个房子看起来也太破旧了 看来这里是没有办法躲了 还是从这里逃走吧 等回到村子以后就安全了 毕竟我们村子里有铁傀儡 这几个僵尸 不会是铁傀儡的对手 铁傀儡 你来得正好 赶紧救我一下 嘿嘿嘿 我就知道铁傀儡只要一出现 那些僵尸就会逃走的 毕竟铁傀儡可是僵尸的克星 这次就谢谢你了 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 还得帮村民收小麦 这是米菜地里小麦 每次帮助村民收小麦 都会有一颗钻石 作为我的工资 有强盗 先回家拿上武器吧 箱子里只有斧头 算了 总比没有好 你们胆子还真是大 赶来我的村子里抢劫 都给我去死吧 那边还有一个 可不能让他给跑了 到我们村子里抢劫 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竟然还敢在这里等我 胆子不小嘛 不过你不是我的对手 嘿嘿 解决掉了 这个强盗 本来是准备逃到前面的房子里去的 里面应该有问题 这里竟然住着掠夺者 看来一起都是他布置的 必须得解决掉他 终于干掉了 看看他家里有什么东西吧 我觉 这个家伙竟然还有枪 这是好东西 这里是秘密基地嘛 看到血迹了 这下面 不会有危险吧 得下去看了以后才知道 不是吧 那个掠夺者 竟然养着这么多僵尸 实在是太可怕了 还好我带着枪 要不然我也得死在里面 都给我去死吧 终于解决掉了 这箱子里 有好多制造铁夺垒的材料 拿上以后就赶紧上去吧 这下面不是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在村子里打造个铁夺垒 这样就更加安全了 那边是什么情况 过去看看 看来是一个跑酷关卡 这可难不倒我 很轻松就跳上来了 那边有个人被僵尸困在了房顶上 箱子里有武器 既然有武器 就帮助一下那个人吧 狙击枪还挺好用的 一枪一个 不过狙击枪消灭僵尸的速度 还是太慢了 还是下去吧 直接近距离 用步枪射击 果然还是这样子更加快 不过僵尸的数量 也确实挺多的 还好的弹药也多 终于全部解决了 姐姐你救了我 这些东西是为了感谢你的 没想到 她竟然这么有钱 这是什么东西 我去 召唤出了闪电 看来这是一根法杖啊 这东西倒是很神奇 现在也已经很晚了 回家睡觉吧 起床 什么情况 为什么大家都待在我家里啊 原来是村子里有僵尸入侵了 赶紧拿上武器吧 然后消灭掉这些僵尸 这些僵尸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实在是太可怕了 就连铁轨垒都倒下了 原来还有变异僵尸 不难怪铁轨垒会倒下 果然还是强好用 就算是变异僵尸 也扛不住的 僵尸原来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先把周围的僵尸清理掉吧 离这个建筑近一些 里面好像是一扇传送门 我们从这里进去吧 我的天哪 这里面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僵尸 直接开始扫射吧 我要把这里面的僵尸 全部清理干净 要不然还会有僵尸 受侵我们村子的 所以我们必须得一次性 就消灭干净 这里还真是危险啊 就算是用枪 也没有办法完全压制这些僵尸 它们的数量 实在是太多了 我只能一边射击一边移动 尽量和它们拉开距离 终于解决掉了 不容易啊 原来已经有村民被抓进来了 赶紧把它们给放出来吧 好了 现在已经安全了 我们出去吧 出来了 用火箭筒 炸掉这个传送门吧 我觉 又出现一个僵尸 这个僵尸好大啊 不过一火箭筒 就给解决掉了 继续破坏吧 要不然以后说不定还会有僵尸 从这里面出来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Goodbye